港股上周六得3跌2升,恒生指数更是以一个多月的低位24531点收市。 较前周跌64点,是第四周下跌,四周共失去1196点,升降稳率转弱,五周围,升跌跌跌,四跌一升,大弱,十周围,升跌升跌升升跌跌跌,六跌四升,逆弱,现时,大使已响起警号,本周不能再跌了,弱再跌,五周的稳率是黑七一片全跌, 十周也再转为七跌三升,弱势加深,形成上周弱势的主因仍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无理施压,矛头直指在美国营运的中资企业,包括一些上市公司在内,涉及阿里巴巴,腾讯等大公司,由于这种不尋常的举动不断扩大,并可能导致科技脱勾,影响甚大,所以市场越来越担心。 其引发的后果就是下跌。另外,是技术因素转劣,上周五行指低见24167,是6月18日低点24121之后最低的中断指数。 上落市的形态备受考验,本周很重要的观察是能否守住2400-24300这三零点的防线,而妄想反弹,依然受制于24900-25200的阻力。 大公司陆续公布业绩,有好有劣,而总的来港是劣多于优。本来,受疫情影响,今年中期业绩除了受惠行业之外,多数公司的营运都好不到哪里去了。 但究竟要洩多少,还是有得比较的,银行股的汇空,恒生,财团股的长实,长和,业绩都令人失望。尤其长实,由地产业转型去海外投资的公共事业,却遭到重大亏损。 暂时看,转型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。港知道海外投资难获理想回报的魔咒仍然解除不了。 只望后市,似乎难以用业绩去吸港股冲起。唯一的希望落在本周五行指金换成份股有没有刺激之上。 港交所00388不受大市升跌影响。 新股上市,每日成交额财是主要收益来源。故意市中刑事攻守兼备的奇巴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udo度讯用试ky。 感谢收看, providing影片节目。 节目对视频ogi边的高度讯用试图 council組成。 请许以赏支持、推讯金融集团队筑部、远振基地的资金转型。 节目对待请许以赏支持你支持明镜需要消息。 Sek许以赏支持明镜需要您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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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支持明镜需要您需求请许可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